巴黎奥运会开放歌皮 最小气的奥运会 多多哭心 哈喽巴黎奥运会中国队的出场至今为止 2008年我们的北京奥运会 依然是目前为止 奥运会历史上开晓仪式 最好的奥运会 没人能超越 七八十一百十一百 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巴九 今天又传出了一段 小粉看见日本独立包船奥运进场的画面 马上带大家来笑一下 约约约约约约 憑什麼XX的日本人一起一艘船 憑什麼中國那麼大的國家跟他們拚困 輕鬆我爛 爛點的小屁大點國家給你們一艘船 憑什麼 加油!中國!中國加油!中國加油! 有沒有非常的暖心呢? 一個巴黎奧運,美國讓你破防了 因為美國獨立包船,美國的歡呼聲比你大 日本也包船讓你破防了 法國主辦方也讓你破防了 韓國雖然被誤叫做北朝鮮 但是他们拍照处于C位又让你破防了 台湾也可以让你破防 你们到底还有什么脸说 台湾被你们中共吃豆腐反击是玻璃心 到底谁才是国际巨婴啊 这样看下来 跟周边国家都有纠纷的 到底是台湾还是你啊 今天开始陆续有很多在海外的台湾人分享 我在日本看到日本电视台的主持人是讲台湾 芬兰的电视台主持人也是讲台湾 德国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是讲台湾 中共在这个世界上跟小粉红在这个世界上 到处丢脸大闹各个国家 加上我们台湾自身的努力不懈啊 所以非常感谢各位粉红们 帮台湾继续打响知名度 而现在一堆中共与俄国在欧美的大外宣 开始动起来了 我昨天IG就刷到十几条 五十几万三十几万 甚至几百万观看的这种影片 点进去发现他们平时啊 就是在欧美当地的外宣影片 时不时大部分就是讲中国拿好 俄国拿好对比欧美拿好对吧 他们利用这次的法国多元表演 去对比你看啊 咱们08年的北京奥运 跟14年的我爸奥运 俄国东奥来彰显 中俄两国比法国厉害 比法国牛逼 而不仅他们对比了法国 甚至拿了12年伦敦奥运 来对比中俄两国 那这一点恰好也让一些对中俄两国 虽敬的欧美人表示 哎非常认同啊 其实对历史有点深入了解的 或是你去法国其他地区 跟去过巴黎有旅游过 深度旅游过 你会明显的认知到 巴黎跟非巴黎地区是两个世界 这个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 或是这个认知层面上 还有对于这个保守程度上的 是有一个蛮大的差别 所以像是非巴黎地区的法国人 看到这次法国的多元性对有一些桥段 表示不认同 而刚好就是这一段的不认同 让这个中俄的大外圈看到 让这些欧美人看见 一起来跟着痛骂欧美 跟着痛骂法国 那我们再讲到 欧美的一些年轻人对世界观的素质 真的没有比台湾年轻人还要好 甚至更差 但是他们又想要关心这个世界 非洲又缺水了 对吧 哪哪哪又动乱了 我非常关注人权 他们同时又想为这个国家的 这个世界的进步 做一份努力 但他们又不去了解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的原因 例如我前几天刷到一条影片 一名欧美的主持人 跑去声援巴勒斯坦的极左派 欧美年轻人聚会里面 拿着戴头巾衣服上写哈马斯的男子 与另外一名穿着运动服的男子 问他们你喜欢哪个对象 哪一个人更可以跟你当朋友 或是当你的对象 结果多数的人都选 穿着哈马斯衣服 包着头巾的那个男子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哈马斯是什么 只是为了政治正确 支持巴勒斯坦 因为人权嘛 却不想是因为哈马斯 绑架的人是躲在后面 躲在人民后面 而这些人民大部分 也是支持哈马斯的行为 对吧 而就因为 图片中的人戴了头巾 然后他的肤色是中东的人 所以你就选了他 完全没有是非观念 通常 极左派会比较同情这些极权国家 同情共产党 甚至加入他 但不去讨论后面他成为极权或是独裁的原因 他为什么一定必须被消灭的原因 连国民党左派也是这样 甚至最后还加入了共产党 对吧 苏美冷战时期啊 美国左派年轻人也是同情苏共的啊 还喷美国政府 英国政府无脑 对立 制造假新闻 去抹黑苏联 甚至还有斯洛伐克的女生 跟他的中国朋友拍片痛骂巴黎 并且放在中国的平台上 给小粉有意义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巴黎奥运会 开放歌皮 整个塞纳克都被放起来了 我们啥都看不到 弄水 真弄水 幸悟这个巴黎就像一个prison的样 我连塞纳克都抠地不了 还说什么把整个巴黎变成舞台 变成监狱 还差不多 这是什么最开放的奥运会 这是最空难的奥运会 最小气的奥运会 连接铁票都赚到30块钱 天天要赚我们的钱 我们凶狗没有这些钱 中国国企还有科法克国企 连法国企都动呆了 我看了 回家吧 这是最空难的奥运会 我是中国办的 不知道要被西方媒体嘲笑成什么样 但是还好 他是花里办的 我现在找一些资料 我并没有找到说是完全免费开放啦 那或许是有部分免费区域开放 但是人太多你一集不进去 而有些地方是要付费的 然后呢 你没有买票你进不去 但或许 他说了这个开放 是指我空间开放式的巴黎奥运 并不是说开放式就等于是免费吧 当然啦 我因为没有找到相关的报道 所以我只能从字面上 列出许多的可能性 这个影片的结论就是 中国肯定做得比你好 如果中国做这样的话 会被你们喷 但还好他是巴黎 因为巴黎是 你们所谓的民主自由派 所以我不会喷你们 对吧 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嘛 只是你阴阳怪气的表达出来嘛 但是你要不要看一下 2008年的北京奥运 有没有开放式的空间 没有嘛 还是要买票嘛 对吧 亏这个斯洛伐克的网红 还长期住在中国 有这么多的中国朋友 你竟然不知道 中国从亚运会 冬奥 奥运 大运会 这些啊 观众入场 有一些区域都是要彩牌 以及找各个公家机关 或是央企国企 银行的员工 进去凑人数 进去配合导播拍的画面 做出相对应的反应跟动作 这些影片 我曾经都分享过 哪个时间段 运动员做了什么事情 哪个表演完 镜头带到你们 你们这些观众 应该要做什么反应 哪个点 要看向哪个镜头 北京奥运也是封路 对吧 封了35条 而且地铁 全面开始安检 像机场那样 就是从08年的北京奥运开始 后续推广到全中国各地 还有去年的亚运会 周边高楼小区的住户 还要封窗 习近平到场的当天 部分特定楼层 还有公安要进去业主的家里 确保没有狙杀的可能性 对吧 这个影片都分享过咯 我是觉得 你可以批判法国没有关系 但你结论不能拿一个 更差的国家来对比 来赞扬甚至阴阳怪系的反凤 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我也去过啦 我只能说体验上 我更喜欢分家出去的捷克 以及旁边的匈牙利 还有下面的奥地利 那就有个网友分享啊 08年的北京奥运票 显示销售完毕 但是很多公司单位 接受到上级命令 包括他自己 要求他们这些员工去现场 要不要提一下 08年的北京奥运 发生了北京鼓楼事件 美国运动员的父亲挂了 他的妻子重伤 要不要帮各位复习一下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奥运压掉了同年5月发生的汶川大地震 甚至盖过了当时的毒奶粉事件 中共官员公开表示 等奥运过之后 我们再来处理这个 毒奶粉事件死安的问题 一切的一切都在重演 今年7月份发生的 中储良国营企业的死安重大危机 也是被盖掉 没有任何人敢为了自己或是自己小孩的死安 像台湾或是欧美那样 为了死安 游行抗议政府 建议啊 喜欢看宏大叙事啊 喜欢看财大气粗 气势磅礴的那种表演 你不如拿1936年的柏林奥运来对比吧 那个可更是整齐划一气势磅礴 许多欧美的年轻了还嗆自家的法国英国美国政府 造谣啊 我去现场啦 纳粹是一个很好的政党 现场有黑人在街上走啦 犹太人也在街上走啦 还什么造谣纳粹是极权政府 我们自己美国才是极权政府咧 三年后入侵波兰揭开了二战序幕 而昨天中国女子重剑选手孙一文 落败日本选手提出了抗议反驳 最后还是落败 而他的美国指导教练也叫他不要气 一堆小粉红就崩溃说什么 日本收买裁判啊 仇中啊 或是某些敌对国家组织对中国的施压 对啦 一定是施压中国啦 因为你们目前三斤而已嘛 如果没有施压的话 你们已经得到8964斤了啦 而昨天有一些人也去扣死了什么 金正恩啊 普京啊 川普啊 还有圣上习近平 对吧 这个苦手的话没有 觉得非常好玩 但是比起这个所谓的不公不义啊 我觉得昨天发生在中国的歌手2024年总决赛才是比较夸张的吧 这场比赛最后是由纳英打败了加拿大歌手香提莫 夺得了冠军 而后台直播的时候 哈萨克歌手跑去跟香提莫说了这一段 结果马上就炸锅了 但是该歌手隔天拍片表示自己说的不是 It must be a Chinese before you 说的是 It must be a Chinese singer for you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They said must be a Chinese singer not Chinese singer before you must be a Chinese singer for you 我回放看了十遍 啊就是有听到B字头的before啊 啊哪有听到S的音节 只有在Chinese这个Niss有听到这个S的音对吧 这个S的音Niss发完之后你接的是B B字头的音节 你很会掰嘛 你刚刚说的那个B是什么 那很多网友在下面嘲讽 如果你被主办方威胁了请你炸一下眼 对吧各种 中国网友都是不买单的 在中国有什么是真的 只有假的才是真的 不信的话你们多买一点中厨良的食用油来喝啊 这个国家安全国家级的企业安全有保障 怎么连这个都不相信了对吧 那连在中国我们就不要说山寨商品 各种荒谬搞笑的山寨商品 这个就不讲了 连歌手都可以山寨二三十几个周杰伦民族出来 而你还利用这个去唱他的歌赚钱 啊烂尾楼是真的啦 好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这些点我不想记得 一电话我讽刺我是爸小姐的 拜